我們只有兩個沒有多狼腎腸的基因的胚胎 因為多狼腎腸裡的是提醒性 遺傳的多狼腎ADPKT 非常上天保佑 就是外觀漂亮的1567 都是已幅化 就是今天最好的 也剛好這四顆是沒有多狼腎 這三顆發育比較慢的有多狼腎 所以我們今天主日的1跟6 然後5跟7就冷凍起來 那這兩顆因為沒有做染色體 所以只要有一顆染色體正常就 胚胎兩顆染色體就兩胞胎 依你的年紀紀估大概會有一顆染色體正常 大概全部都正常的機率是不大 你的子宮是後勤的 這個我們那時候去的時候就有模擬烤過了 就這樣有點垂直下來 這裡面這是胚胎 1.62公分 所以這個位置是 在靠近外面是不會煩 再下來一點點會外暈 所以這個位置是最好的 那下來就是說即便是染色體正常 它會做窗戀是百分之六十七 所以這兩顆希望 乖乖的 躺在你的子宮 不要亂跑 那不曉得弟弟還是妹妹 我好像給你第三個紅包了 我昨天有寫雙胞胎這個字眼嗎 沒有 我就寫好運 因為今天才 我昨天還不曉得幾個染色體 我本來是說七顆我估計會有四顆 在我們的推演當中嘛 動兩顆子兩顆 我知道你要一胞胎而已 但是因為沒有染色體檢查 所以從沒有發現到一胞到兩胞都有可能 我們希望這一次就結案 如果沒有懷難 過七月有補助 希望不要用得補助 祝你一次成功 好 送你乖乖叫你的小孩子不要亂跑 乖乖 你知道乖乖的點故嗎 好 希望一號跟六號不要亂跑 寄放在這邊 好 成功